最新的現場在台南圍灌 目前最新的狀況是如何 我們立刻把時間交給邵玉銘 來告訴大家 剛剛就那人員在現場 發現了一包牛皮紙袋 而這包牛皮紙袋裡面 裝得通通都是照片 裡面是兩個女孩 而這兩個女孩 經過了解之後 她們是毛家姐妹 這一對毛家姐妹 姐姐叫做毛一軒 妹妹叫做毛一貞 兩個人現在都是平安生還的 而裡頭姐妹的合照 包含像捏嘴巴 做鬼臉還有很多跟同學 或者是姐姐妹們 一起出去玩的照片 看得出來姐妹情深 而像裡頭 還有很多的塗鴉剪指 小女孩那種剪剪貼貼 比方說裡面會寫 睡到中午飯好好吃 好喜歡這樣的一天的生活 都是這樣子很俏皮 很天真的生活記錄寫照 所以像剛剛在現場 救難員員找到之後 也很希望說毛家姐妹 她們可以趕快來認領 把她們這些珍貴的回憶 給帶回家 而且裡頭還有過去母親節 她們自己親手做給媽媽的卡片 那現在呢 就可以希望她們趕快來把這一些 過往童年回憶 趕快給領回去 而目前我們所得知的是 這個妹妹毛一貞 她在已經是清商出院了 而姐姐毛一軒 目前仍是還在 其美醫院的家戶病房 另外稍早在現場這邊的居動 也就是在北側的位置 有找到兩大一小在進行搜救 而這兩大一小呢 目前已經得知 媽媽是有意識的 但是爸爸跟小孩 則是沒有意識 所以還要趕快的極力搶救 現場也已經趕緊的送入上了 像是食鹽水點滴 希望務必可以把這一個 兩大一小一家三口給救下來 以上這是我們現場的最新狀況 接下來時間我們還給棚內